新竹市铁道艺术村与王道银行一郎攜手推出2024提鼎执行2.0年度邀请展 以永续环境想象为主题 邀请11位艺术家以创作回应明日再生意象 并透过产观学合作探讨永续价值的意义 那汇集了11位艺术家 那针对我们的永续环境想象 那透过用相关的一个废材 包含我们的树叶玉米叶 还有我们的蓝蓝布等等 结合数位的相关的艺术策展元素 来达到我们这个明日再生的一个策展的核心价值 那我想明日再生呈现的是我们对于未来 对于我们这个世界一个美好的希望跟想象 以及如何能够这个结合我们联合国SDGS 17项发展指标 以及我们永续发展2050近零探牌 那这次不管是透过产观学的力量 在市政的推动 艺术文化的展现 以及这个学术上的一个推进 我想都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一个展览 明日再生指向每一个明日 达至永续才是每一个明天的保证 这次展出涵盖树叶 贝壳玉米叶 染染剩余不料 人造废弃物 以及数位工具等多元媒材 在重复性的创作痕迹中 来探究各种再生的可能性 科学家或者是政治家 世界上很多不同的人 其实在他们的岗位上面 都会为永续这样子的一个 人类共同的这个议题 去做很多的努力 那也有相当多的 比如说法案 或者是国跟国之间的一些条约 在促进这个环境的永续 但我想艺术能做什么呢 艺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底下 我们可能不适合 我们也不想要去要求它 在很多的 好比说碳排 或是任何的这一些 有形的事物上面 去做到一种所谓 KPI的一个标准 但是最有趣的就是 艺术或文化的力量 它其实是可以带来很多 超越这一些数据 超越这一些规则 给我们的一些启发 因为毕竟这些人文 其实是我们永续的发展 就是说我们如果要 在我们的这些文化上面 能够有所延续的话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 所以这次的展览呢 最重要的就是 我们希望能够在 这个永续关怀的 这个世界的这个潮流之下 我们让艺术去发声 那也让艺术可以做 提供我们更多的这些启发 或者是想象力的一个支持 明日再生永续环境想象 从即日起到7月12号 同步在王道银行一郎 以及新竹市铁道艺术村展出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趁着展览期间 踊跃前往欣赏 记者简书期 这也放过来